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瓶正宗 嘿,哈囉大家好,我是何瓶正宗 那好,這是我第一次拍B-Dog 我不知道我拍好不好 那我一樣就是先拍給你們看我們家 我們屏東家 特別的東西吧 可是覺得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呢 被光 被光,真的被光到 喔,我出現了 小鳥 沒有啦,拍你們啦 喔,你們兩個錄鏡了咩 3、1、6月啊,你們兩個錄鏡了咩 兩個叫我壞話 啊,不要打劫了 喔,兩個不要打劫了 走 哎呀,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看啊 那,等一下我覺得很特別的 因為是 可能是很多人家啊 不是像透天的啊 可能就比較沒有什麼 菜園 或者是可以種菜的地方 不然種菜的地方很小 可是我蠻羨慕我們家的種菜的地方 有這麼大耶 這麼大耶 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我們現在看這個分成至少十二格吧 分成至少十二格 你看 至少這樣子分成十二格 有這麼多耶 那裡一格四格四格 好,有菜園還不奇怪 就我們家有重新整修過 那個魚缸啊 等這樣子 魚缸長這樣啊 這是魚缸嗎 你們覺得這裡有像一道魚缸嗎 超誇張的對不對 這裡的魚缸 很誇張喔 誇張還不是這裡 主要是這個魚 誇張的是這些魚對不對 主要是這些魚 都長得很肥很大隻 你家裡面都只是養一些孔雀魚啊 小紅魚之類的 沒有像專業那種魚缸 這麼強力 那些專業的魚缸裡面的設備 有這麼大的魚缸的話 可能還 真養不起這麼多魚 可是如果要養起這麼多魚 一般像這個青苔啊 魚都會自己去吃 就代表這些水其實很營養的 我一直在想要拍一個水族之類的影片 因為說的在我水族 我個人覺得 我自己接的是不差 來吧 來去看一下別的東西 不是只有這邊十二格菜園喔 不是只有十二格而已耶 這裡不只十二格 還有這裡 我阿嬤用的這些小菜苗 你們看 這裡就是小菜苗 我覺得這些小菜苗其實都長得還不錯 就是這個 它裡面還故意放一些水 先讓小菜苗我們長大 也有個人很喜歡種菜種植物之類的東西 所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在屏東家是做這麼多東西的 那邊還有很多 一個網袋就來過去吧 超多東西的 超東西的 這裡很多 好 多東西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家裡 比較不太會 別人不太會有的特色 就是這個 搖椅 搖椅應該很少人走 好 所以今天我大概講一下 我大概今天七點多的時候 大概九點吧 九點的時候我會在Youtube上直播 什麼遊戲呢 可能之後我會再考慮 那我們就先 也還沒有要說再見 再給你們看一下蠻好玩的東西 因為說的叫種菜不容易 是一坨 因為我還是住高雄家 我平常還是住高雄家 所以這些菜呢 我阿嬤平常都會讓我帶回去高雄 大概吃一個禮拜的份 好了 這邊的Vlog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底下的訂閱 跟小鈴鐺我們來支持 來支持我囉 如果可以的話 分享把這部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們朋友知道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